你看她的脸有发痕吗 没有 给她一个掌声 她的身体57%严重烧伤 我下去槟城的时候 其实我见她已经是第九天 那天我又下去槟城 那个小孩子已经被烧伤 15天她的情况 已经她的手 其实已经开始有发痕 已经白白了 那如果她早知道S&E 她绝对不会看到这样 所以15天我还是继续叫她槟城 因为我想看到她的发痕好起来 所以给我们S&E一个热烈的掌声